由台东大学音乐系所举办的造咖主题曲的甄选活动 活动截止了并且在22号举办了颁奖典礼 所有参赛者都发挥了创意巧思 而在歌词当中也充分展现了台东的在地独特文化 台东大学的造咖主题曲甄选结果就在今天初五 吸引了许多同学无关 本甄选的小插曲是甄选的第一名从缺 第二名是由音乐系李怡芳获得 李永柔情的音调 掳获了评审的芳心 李永短短两天的时间将作品完成 因为是要帮造咖主题曲 所以我就想说取这个名字 然后主要这个创作理念是来自于 就是这三年来我对台东的一些 就是感触然后回忆 然后因为我大夜的时候很爱就是冲来冲去 然后很喜欢看 很喜欢游三玩水 然后就把它写出来这样 评审相当赞赏东大学生的创意 但还是要用音乐的专业来审核作品 我们在决选的时候就由音乐系的老师们 来做这个评分的动作 那当然我们在意的东西有很多 我们会在意不止旋律好听 然后歌词也要符合这个精神 然后整个合声以及编曲这个谱看起来怎么样子这样细致度 最到最后我们就是很不幸的就是第一名就重决 因为没有达到我们的要求跟标准 可是这不代表说同学不努力或不好 因为其实我觉得他们可圈可点 可是对于第一名的要求还要在更高点 所以我们很肯定他们的努力 所以我觉得他们有到第二名跟第三名 国内唯一有造咖的学校就是台东大学 来让学生们来了解台东的在地文化以及多元知识 而学校对于凝聚在地化这件事情相当支持 也要为期三年的造咖计划 记者蔡承翰台东事报